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被香港法院判刑 而这起案件具有非常强烈的象征性意义 表明中共已经意图彻底跟除香港的民主运动 在此之前 香港还度过香港国安法成效之后的 第一个国家安全教育日 当局趁机灌输香港人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引起各界关注 北京对香港的轮番打压是否会加速香港内地化 而在美国领导之下 西方国家又该采取哪些行动 香港的未来到底在哪里 美国之音报导 前香港全国政协委员刘孟雄认为 北京去年出台香港国安法 今年又修改香港立法会议员跟特首的选举制度 再加上爱国者治港的规定 这些举措其实远比判决香港民主派人士的负面作用更加的大 因为这不仅破坏北京对香港一国两制的承诺 也损害中国在国际社会上面的形象跟声誉 他表示香港固然是中国的香港 但是中英联合声明之中 所规定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50年不变的政策 不仅仅是中国的国策 也是庄严的国际条约国际承诺 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表示 在北京去年在香港强行推行国安法之后 香港司法独立跟法治就已经受到致命性的打击 而这将会使得香港逐渐失去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他表示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唯一一个比上海、深圳还有广州更具优势的地方 这是香港具有结社的自由 也就是香港有法治 不过去年5月国安法实行之后 香港法治受到严重迫害 法治的基本精神就是要维护普通市民最基本的权力 不过现在就离一般市民最基本的权力 最基本的自由都没有 现在香港跟中国国内一样 那香港还有什么优势的地方可言 刘梦雄认为北京目前的做法 是要把香港改造成一个经济上面的资本主义 政治上面社会主义的混合体 不过他表示如果套用中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这种改造香港的尝试将会失败 他认为应该回到当年邓小平提出的爱国者标准 以及他的一国两制的构思才是正轨 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教授郑宇硕表示 北京的强硬做法虽然在短时间之内压制住了反对派的声音 跟香港人的不满 不过从长远的地方来看将会付出巨大代价 他举例香港本来是要做给台湾看的示范 不过现在结果却糟糕了 而中国花了这么多的钱做大外宣 但现在我们一个国家却都在重新评估中共政权的本质 他认为中国付出的代价实在会太大 北京步步逼近香港只要说出不符合中国政治正确 或是爱国者的言论 都可能被视为意图颠覆国家政权罪 而香港现在就连普通市民都面临被监禁的风险 在这种社会氛围之下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竟然还有脸表示 香港落实国安法以及修改选举制度之后 香港市民重新获得昔日自由 而且可以畅所欲言 让外界非常傻眼 而在此同时 全球一份研究报告显示 香港新闻自由排名已经下跌到全球第80名 等于打脸的林郑月娥 大广报导 身在海南出席博娃亚洲论坛的林郑 接受央视访问的时候表示 香港2018年底受到中美贸易战的影响 2019年开始受到社会动荡以及黑豹的影响 加上过去一年以来的疫情 使得香港受到多重打击 不过他认为香港最坏的时刻已经过去了 而此外林郑还向CGTN表示 北京中央先后帮助香港落实国安法 以及修改选举制度 将有不助于香港社会恢复稳定 林郑更扬言 北京这些举动使得香港市民重获昔日的自由 可以畅所欲言 可以出门活动 不过在此同时 根据自由亚洲电台 五国界记者组织公布2021年年度全球新闻自由度指数 香港在全球180个国家跟地区之中排名第80名 跟去年一样是有记录以来最低 报告指出香港去年实行国安法之后 为香港新闻自由跟新闻工作者带来威胁 香港记者组织表示 虽然香港今年排名跟去年一样 不过香港新闻自由的状况 已经因为国安法而更加恶化 他指出港府近几年在不同层面 加大钳制新闻自由 包括警务处处长不点名批评苹果日报等 而对于未来香港新闻自由排名度 是否会持续下跌 杨建新表示他不清楚 因为他认为排名涉及到很多因素 不过他预见香港的新闻自由 在未来两三年之内都不会有所提升 而中央收紧香港传媒界只是刚开始而已 他估计未来还会恶化到什么样的程度 将会令外界无法想象 香港经贵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 吕炳成也坦言 香港传媒每天都有被清算的可能性 因为红线已经越来越多 五国界记者组织在发布报告的时候还表示 北京去年六月在香港实行香港国安法 使得中国直接干预香港 以任意惩罚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威胁香港新闻自由以及新闻自由工作者 同时在新闻自由排名方面 中国跟去年一样并列177位 全球倒数第四名 报告形容中国是一个审查制度的专家 持续将网络监控 网络审核以及正先工作 发展至前所危险的规模 而比中国排名更低的是 土库曼的178名 朝鲜179名 以及最后一名非洲的厄历垂亚 加拿大五年一度的全国人口普查报告 将在下个月转开 而加拿大政府要求当地居民填写问卷 以便协助公共服务 部分在加拿大的香港公民发起推动 香港人身份认同的活动 呼吁当地的香港人在人口普查之中 种族依然填写自己是香港人士 并且将广东化列为母语 以及居家常用用语 以推动香港人身份认同 而对此加拿大统计局表示 预计今年会在人口普查之中 将香港人列为种族或是文化渊源的独立列别 综合媒体报导 加拿大2016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当地有21万5775位香港出生的加拿大居民 不过没有官方数据 最终加拿大的种族跟文化协同 原因在于除非调查 明确要求受访社表明出生地 以及其祖先的祖义跟文化渊源 否则目前在人口普查之中 均会被标记为中国人士 除非在空白地方另外有多家说明 活动发起人周小姐表示 香港人有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语言 我们希望加拿大可以知道我们的存在 发起人鼓励加国港人 可以在长隔世之中填写香港人作为种族身份 或是在短隔世之中填写广东话作为母语 以示对活动的支持 加拿大统计局日前表示 虽然未能代表加国政府回应香港人 是否获得承认为一个种族 不过他解释2016年人口调查普查报告的种族来源清单数据 是基于上一轮普查得到的255个最常见的答案 他指出2021年普查的时候将会在种族以及文化渊源两项 列出超过500个来源 并且说根据2016年所得到的结果 他预计2021年人口普查之中 将香港人设为种族跟文化渊源的独立类别 并且表示香港人现实已经列入2021年普查种族来源的例子里面 他同时强调种族跟文化渊源是反映回应者对其背景的个人观感 加拿大统计局尊重回应者的回复 并且会发表相应数据 而事实上近期香港局势动荡 加国也多次表达对香港的支援 先前为香港人推出救生亭工作签证 并且在今年2月初开始接受申请 根据调解在短短三个礼拜之内 就已经收到超过500份的工作签证申请 当时加国政府也公开呼吁 希望香港人在选择移民的同时 可以考虑移民加拿大 先前路透社引述加拿大金融交易与报告分析中心的数据显示 光是去年一整年经过电子转账的方式 从香港流入436亿加币 创至2012年以来最高纪录 而这还不包含透过加密货币移转的金额 加拿大在回归之前 其实就已经是香港人热门的移民目的地 当时的民主自由、教育制度完整 以及治安良好都适应了许多香港人的目光 汇丰银行启动冲返亚洲政策 宣布今年下半年将有4名高层由伦敦派驻到香港 彭博摄影述知情人士表示 汇丰大中华区的一些高层忧虑 企业官僚主义作风跟模糊的工作汇度报告 可能会拖累汇丰集团进军中国的步伐 综合媒体报道 随着汇丰今年将投资银行、商业银行 以及财富管理部门、全球负责人 由伦敦迁移至香港 市场预计一直在工作上面 有高度自主权的亚太区行政总裁王东胜 可能会跟这些高层产生摩擦 而就了解王东胜已经对高层改驻香港 所产生的额外开支表示不满 不过报道同时引述消息人士透露 一些汇丰的员工对于有更多高层 进驻香港的做法感到非常兴奋 消息人士要表示 本月14号汇丰举行一项全球电话会议 其中一位将会迁移至香港的投资银行部 联席主管 在电话里面自发的谈到 这次调动并不是因为亚洲方面营运不专整 同时强调会持续监管欧洲以及美国业务 并且证明伦敦当面也意识到了相关问题 而部分在会议上的人士表示 都对于他的涉反言论感到疑惑 有部分人士认为 他是希望肯定员工的表现 以及在亚洲区的贡献 汇丰行政总裁齐耀年在同一个电话会议之中指出 亚太趋势该集团长远增长的引擎 将会有更多的高层进驻香港反映对香港的重视 汇丰发言人回复传媒查清的时候表示 亚太趋势集团环球银行 以及资本市场工商金融 以及财富管理及个人银行三大业务的长远发展重点 相关环球业务主管常驻香港的规定 反映出集团领导层对高增长市场的重视 不过据了解彭博社的相关报导提到的市场采测 目前完全没有事实根据 以上是今天的香港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黄一人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